台南市议会 李议长 称呼议长 陈市长赖清德终于进议会做市政报告 之前以黑金为由拒绝进入议会 今天宣布进入议会 国民党议员谢龙介说 所有的借口都是枉然 赖神不特别忘了好心 对于市长进议会 有人戏称文子救台南 议长李全教如此回应 我想我不需要这样解读 但是我想当前最急迫的工作 也就是登革热的问题 我们希望赶快把登革热的疫情 以最快的速度把他压抑下来 只是议会一开始 蓝营的议员痛评赖清德 要求他向市民道歉 民进党籍议员则是拼命护航 一度双方发生口角气氛火烙 不要对他入住 赖清德施政报告最后 他也对造成的不安表达歉意 我也在此对议会 清廉致辞 没有涉及会案 没有涉及会选弊案的 议会先进表达歉意 同时所造成的昏扰 也对社会表达不安跟歉意 警广记者维京尼 台南报道